看一下中轨罩 这个人子要放到这个槽里面 这个人子要放到这个槽 然后插进去 插进去 然后 继续抬起来 抬平 抬平 抬到槽里面 放到一边 人子正好插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可以 OK 斜杆是分一段 需要这个连接条 继续连接 把它固定解 固定紧之后 这个斜杆是装着的 你看 这里有个槽 这里有个槽 插上去 插上去先不要固定 先把这个位置 插上去 放好 放好之后 首先把下面固定了 然后再把上面固定 螺丝固定 对 斜杆就安装了 好 现在放过 加墨水上面都有标签 白色 黑色 黄色 蓝色 红色 瓶子上也都有标签 对应 不要加错就行 吸墨垫 这个 软管 放回去 OK OK 刚才把这个墨水浇完之后 我们就要用这个吸墨垫来吸喷头 因为里面都是空气 有空气的话 墨水就出不了 你看一下 这个吸墨垫上面有四个磁铁 这里对应也有四个磁铁 放去的时候 它会自动吸住 吸住之后 轻轻压一下标签勾气 然后用那个针筒抽一下墨水 把里面空气排空 排空 把里面空气排空之后 第二管那个出来之后 抽能出墨水之后 把针筒顶住 顶住之后 让里面的压力释放完之后 再把 再拿个纸垫一下 把这个吸墨垫拿开 你看上面的有墨水 是不是 有墨水就说明已经抽出来了 轻轻左右插一下喷头 下面的喷头也是一样的 直铁位置对好 轻轻抽一下墨水 抽了之后 把它针筒顶住 让压力释放完 撕放完之后再把它吸墨垫拿开 你看上面表面有墨水 就说明已经吸出来了 吸出来之后 把那个喷头左右插一下 轻轻插一下 线要接好 把线接好 这个有个开关 首先先把机器稍微往上捧一点 捏住这个皮带 把这个机器打开 通电了之后把那个皮带撑开 机器会有个上下走的过程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正确的过程 在这里开的 开机 这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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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轨道距离设好之后 调一下喷头距离 首先这里有四个按键 从左往右 第二个按键 这个叫手动按键 一按手动按键 这里 有个SD模式 第三 第四个按键 当进入手动模式之后 第三 第四个按键就生效了 它是前后移动机头的 你看 这个是往后 这是往前 第四个是往前 第三个是往后 现在喷头为前面太远了 把那个喷头往前面多调一点 调到离墙面半公分左右 离墙面半公分左右 然后 距离设好之后 这边 这边 距离设好之后 按手动按键三秒 保存数据 然后再点一下第一个按键 第一个按键 第一个按键叫自动按键 自动 你看 最低模式 就自动 刚进入自动模式之后 手伸进去 它是机头是前后可以移动的 充完模式之后 电脑打开 软件打开 我们用到是三个软件 一个PS 一个瑞彩 这个是图片转换软件 有配置软件 这是机器操作软件 现在把机器操作软件先打开 确定 OK 打开了之后 你看一下 这有个加载过程 这个连接要高 连接高了之后 点到参数设置 这个参数设置 点开 这个有个散喷设置 这个有个散喷设置 这个有个频率 频率的话 把它开到512 先开那个4-5秒 4-5秒之后 就改成8 确定 确定之后 就在喷头这里 看40点 先看白墨 白墨上面 把一张 这个颜色 别颜色纸 放到喷头上面 贴住 放个3秒钟左右 拿开 你看这个有个 线条完整 那就对了 不要断 断的话 就重新抽线 然后彩色 彩色 也是拿张纸 贴到喷头上面 贴个3秒钟左右 拿开 你看这里是6条线 黑 黄 两个蓝 两个红 线条要完整 不要断 断的话就重新抽墨 抽到它完整为止 这里是有点脏 散喷一下就好